大家好,我是蕭穎文 我在藤奇基金管理公司裏面做股票分析 今日的投资感囊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小小投资心得 其中一个叫逆向财演法 希望大家听完会有得着 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你会买股票 你是想好像左手边倒钱落海 还是想右手边赚钱呢 最后你得不得到你预期的结果呢 其实赚钱不难 长期赚钱才是最难 这四位就是在投资界相当有名的人士 第一位叫做日本股神 市村银壮 第二位叫做索罗斯 量子基金的创办人 第三位就是巴菲特 美国股神 第四位就是科斯托兰尼 德国股神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长期以来都在股市上面赚大钱的 所以我们要向这帮人学习 根据一个非正式的统计 其实长期以来只有5%的人才在股市上面赚到钱 这幅图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 现在巴菲特最新的公布是全球富豪榜第三位 原来他99%的财富是在50岁之后才赚回来的 他当年52岁的时候 他的身家是有3.76亿 他刚刚现在是86岁 他的身家是有742亿 所以巴菲特他成功的心得就是他善用福利的威力 坊间有很多人都会说你做些什么你就会赚钱 但我今天反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不做些什么你输的机会才会小 一些让你穷的行为是包括第一想一夜自负 其实很多人都会想一晚赚到成小人才赚到的钱 当然有一些工具可以令到你几天赚到10倍 但当然你可以一晚输回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一步一步自负 第二样东西就是太贫自己的感觉 我见到很多在股票行里面的散户 的公公婆婆他们对着股票机 其实他们不是踩股票 他们是打电机 我觉得对着一些数字 你们做不到一些空明智的决定 第三样就是交易太频繁 交易太频繁是一个致命商 因为你的交易成本会太高 还有为什么在香港的地方是靠地产 靠房子发达的人是这么多 因为他们交易太难了 所以有些说法就是如果你买了一只股票 放在保险商 放十年二十年 其实你的生活会远远跑过楼价 当然你要选中一只优势的股票才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第四样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身处在什么时代 这一样会下一节我会再说 最后一样就是你只记得赚自己的经验 如果你问十个朋友 十个人都会回答你 他赚到钱的 他输钱是不会跟你说的 但我觉得相反 你要记住自己的蝕齿的经验才是最宝贵 因为有赚有市很正常 你要记住自己的蝕齿的经验 去避免下一次犯同样的错误是很重要的 究竟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时代呢 我们依然都是活在QE的时代 虽然美国说加息加息 这几年加了三至四次 但你看看日本 英国和欧洲的国家 依然都在走负利率的政策 都是在印很多的银子 这幅图是说什么呢 这一百年美金的购买力 是由一元跌到下去 只剩4仙 即是足够贬值了96% 说近一点 奥巴马的年代 他印的美债是由10.6万亿 增加到20万亿 是足够升了一倍 而奥巴马政府印的国债的数量 是历届以往的总统加上的总和 都重要多 即是说我们这近十年八年 银子贬值的速度是很快很快 另外 我们活在一个叫做 我们要认同 我们活在一个美国当道的时代 美国控制了全球大部分的资源 包括石油黄金 甚至比特币都是用美元计价的 以及一些怪兽级的公司都在美国 例如Apple 例如Google 例如波音公司 所有的投资方向 是一定不可以分类美股的 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叫做 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叫做网络时代 未来是人工智能 机械人和生物科技的发展 假设如果我给你10亿 做生意 你不会跟我说 你会开一间菜市交花 所以我们要把握趋势 有一个说话是影响我一生 是曹仁超先生说的 他说人生只要有三次的机会 如果把握到三个 就可以大富大贵 所以每当有大机会的时候 我都会和大家分享 正如在2016年的3月 我和大家说 你可以买一些石油相关的资产 到现在你的升幅是最少买了一倍 而这个文章 也可以在秒头找到 如何选择配星股呢 我会用逆向财演法 即是说如果大部分财演都说同一样东西 你相反做 你蝕钱的机会就会很小 我回想自己 在09年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清姐在汇丰跌到33元的时候 她哭上了头条 当时我还在上课 我看到觉得是一个机会 而当时还有很多财演都是说 汇丰跌到100元 所以我将自己的大部分身家 加少许财技 再回报有10倍 如果在周期相对的底部入市 相对的顶部去出货 你以倍数计的回报其实不难 大家听完我的投资感囊之后 记得用逆向财演法 财演说些什么 你不要做些什么 你输的机会就会小很多 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有兴趣 请大家在苗台里搜寻 倍声鼓达人 萧永文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